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谓成名英雄的嘴脸 除了秃鹰那个老头 还有两下子 别人全都是饭桶 那个生死判据说是武功不弱的 手中一对判官笔 据说能够打遍人身218处穴道 但是我就从他的身边略过 他却依然在做梦 李鸿秀撇着嘴说 是啊 楚达少爷的轻功天下无敌 江湖之中谁不知道啊 但是 楚达少爷 你的牛吹完了吗 啊 嗯 吹完了 李姑娘 有何吩咐 我先说几件事情给你听 李鸿秀自宽大的衣袖中 取出了个小小的步子 一面翻看 一面念叨 上次 你从济南取来的一批货 你卖了三十万两 除了救济龙虎镖局 王镖头一双的一万两 烫子手张照两人的家卷 各五千两之外 还替黄秀才付了一千两丧葬费 又替赵立正付了一千五百两 喜酒聘礼 替正 这个时候楚达少爷打断了他的话说 哎呀 知道知道 这些事我难道还不知道吗 李鸿秀白了他一眼说 总之 三十万两都已经分配出去了 你自己田庄里收来的五万两 我已经替你用出去的四万两了 姑娘 姑娘 你难道就不能为我多留点吗 怎么 你想受的还不够啊 江湖中已有不少人在说你的闲话了 别人可不知道你花的都是你自己的 都说你假公济私呢 土流相皱着没说 哦 别人如何说 和咱们又有什么关系啊 人活在世上 为什么不能够享受享受啊 为什么老要受苦呢 哦 你怎么变俗了 李鸿秀奄然一笑说 嗯 我可没要你受苦啊 嗯 我只是 这个时候 突然听到仓下有人唤道 嗨 你们两个不想吃饭了 楚流相拉着李鸿秀就站起来了 李鸿秀故意娇参着说 哼 你呀 你什么事都向着田儿 所以他才会 一句话还没有说完 脸色突然变了 他失声说 你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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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 阳光照耀的海面上 竟然飘来了一个人 一句死尸 楚流相一转身 已经到了船舰的旁边了 他抄起了一条绳索 打了个活截 轻轻一抛 那长绳就像箭一般 笔直地飞了出去 长绳就好像长着眼睛 不偏不倚 就套着了那个尸身 这个尸身穿的是最昂贵的锦段的衣裳 腰边挂着的翡翠的鼻烟红 有黑的脸已经被海水泡得浮肿起来了 楚流相把尸身平放在甲板上 摇头说 没救了 李鸿秀却瞧着这尸身的一双手 他左手的中指一无名指上 套着三个奇特的钢筋的乌金戒指 那只右手虽然没有戒指 却又戴过戒指的痕迹 李鸿秀皱着眉说 七星未还 这个人莫非是天星帮的门下 楚流相说 非但是天星门下 此人正是天星帮的纵瓢霸子 七星夺魂 左右争 但天星帮一向盘踞在瓦南呢 不知道他怎么会死在这里呢 李鸿秀说 他身上没有伤痕呢 莫非是淹死的 楚流相摇了摇头 解开了他的衣精 只见他 左胸第五根肋骨下 乳根与七门穴之间 赫然留着个紫红的掌印 李鸿秀叹了一口气说 楚沙掌 楚流相说 楚沙掌一门 近年虽然人才鼎盛 门下弟子号称已有一百七十多个 但能致七星夺魂于死地的 最多也不会超过三个 李鸿秀说 嗯 冯 阳 西门 这三人的武功只怕 是要比左文征强一些吧 楚流相说 诸沙门 诸沙门与天星帮 可有什么恩怨呢 李鸿秀想了想说 三十七年前 天星帮的行堂乡主 娶了当时朱沙掌门人冯凤的二女儿 两年后 这位姑娘突然就死了 冯凤曾亲父 晚南 兴师问罪 后来虽然查明他女儿实在是疾病而死 但是两家从此就不相往来了 嗯 还有呢 二十六 也许是二十五年前吧 天星帮更是结了诸沙门弟子所保的一趟标 那个时候正值逢凤并故 诸沙重选掌门的时候 所以这件事只拖了一年 后来天星帮结标的弟子虽也曾登门赴京 但是标银却始终没有送还呢 李鸿秀将这些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武林故事娓娓道来 他竟像是在述说着自己身边的家常琐事 朱溜翔微笑着说 你的记忆啊 的确从来不会令人失望 但是这些事都已经世国境迁了 而且也算不得什么深仇大恨 诸沙门想来不会为了这种事 将左右征一路追踪到这里在下独手啊 这集中必定 另有缘故 突然一个少女自苍下冲上来 娇嗔着说 哎呀 你两个究竟在干什么呀 她也穿着一件宽大而舒服的衣裳 那却是鹅黄色的 也露出了一双淡褐色的 均匀美丽线条柔和的鱼腿 她漆黑的头发 梳了两根长长的辫子 长长的辫子 随着玲珑的胶躯 不住的荡来荡去 那淡褐色的瓜子脸 配了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显得又妩媚又俏皮 她脸上本来在故意装作娇尘 但是瞧见这个死尸 她突然惊叫了一声 扭转头就跑 跑的可是比来的时候要快得多了 李洪秀笑着说 天儿 天儿无论做什么事情 胆子都很大的 但是只要一瞧见死人 她就吓得要命 所以我常说 活人谁也治不住她 只有死人才能治住她 这个时候 楚留乡却在凝视着海天的深处 她缓缓地说 等着瞧吧 今天要从那边飘过来的死尸 绝不止这一个 李洪秀眼波多转动 还没有说话 只见舱门里已经伸出了一双 鲜鲜的绣手 手里托着一个大盘子 盘子里有两只烤得黄黄的乳歌 配着两片柠檬 几片多汁的牛肉 半只白鸡 一条蒸鱼 还有一大碗浓浓的番茄汤 两盅辣味饭 一满杯紫红的葡萄酒 那杯子外边凝结着水珠 像是已经冰过很久了 宋田儿那甜美的雨声 在舱门里边唤道 嘿 快得来冲啊 李洪秀笑着说 我听不懂 你为什么不自己送上来 宋田儿催了一口说 小鬼 你听不懂 怎么会知道我要你来拿呀 宋田儿说的纯粹的精片子 但是嘟嘟浓浓 软语娇柔 却别有一番情绪 李洪秀拍掌娇笑 哈 都来听啊 咱们的田姑娘 终于说官话了 船已经下了毛了 就这样停泊在水上 楚留香小心地 将柠檬汁挤在鸽子上 刚吃完了一只鸽子 喝了半杯酒 那海上果然 又飘来了一具尸身 这个尸身 穿着一件珠红色的短袍 长颈击西 面容虽经海水酒泡 但看来仍是白白净净的 年纪也只有四十岁左右 他的河下虽然留着微虚 眼角却无重问 他左掌也是修长白净 但一只手掌却已经是粗糙 一级了 筋骨突现 几乎比左掌就大了一倍 摊开掌心 竟和他的衣服是同样的颜色 李洪秀一双明媚的眼波 真是乔直了 他吃惊的说 什么 什么 想不到这个人竟会是 杀手书生西门前吗 主流香叹口气说 是啊 是啊 他杀死了左右争 怎么自己竟也死在别人的手上了 李洪秀喃喃地说 但是 但是谁杀死了他呢 李洪秀说完了话 你瞧见这西门咽喉下的窗口了 那鲜血已经被海水冲进了 灰白色的皮肉像两旁翻卷着 李洪秀叹了一口气说 啊 这是剑伤 楚流香说 嗯 李洪秀说 这床伤才不够一寸啊 天下武林只有海南与烙山两大剑派的弟子 才会是这么窄的剑 楚流香说 不错 李洪秀说 海南与烙山两派距离这里虽都不远 但烙山派的剑法传家正宗平和博大 这西门前辈人一剑贯穿阴侯 想必是剑法以辛辣诡异剑长的海南剑下的门客 所下的毒手啊 这就更奇怪了 楚流香皱着没说 嗯 奇怪 李洪秀接着说 海南剑派以诸沙门非但无冤无仇 而且还颇有冤冤的 八年前诸沙门被闽南七剑围攻的时候 海南派还曾经不远千里赶去乡住 但是如今海南剑派的高手 却杀了诸沙门的长老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可真叫人不明白了 楚流香 喃喃地说 左无争 无缘无故死在西门谦的手中 西门谦又糊里糊涂地死在了海门派的门下 这集中 究竟有什么秘密 李洪秀奄然一笑说 怎么 你 你又想多管闲事了 楚流香笑着说 你不是说我太懒了吗 我正好找些事 做给你瞧瞧啊 李洪秀说 但这件事看来千连必定是非常非常的广 必定是十分的凶险 而荣姐这两天在病着 我看咱们还是别管这件事吧 楚流香 微笑着说 越是凶险的现实 烦起来才越有气啊 千连越广的秘密 所千连之物的价值 必然是越高啊 哼 这种事 我能不管了 李洪秀叹道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要不把这个秘密解破呀 你是连觉都睡不着的 你呀 你生下来好像就是为了管别人闲事的 他忽然展颜笑着说 幸好这件事啊 正如大海里捞针 到现在为止 连一点头绪都没有 哼 你想管这些事啊 只怕也管不上 五流香 微笑着说 等着瞧吧 头绪自然会越来越多的 他喝了一口酒 又撕下了一条鸡腿 一再船前上 大嚼起来 李洪秀苦笑着说 嘿呦 我真佩服了你的胃口了 你现在还能吃得下东西 说着也不知不觉的 他走到了船前 向海天的深处凝望着 果然海上又飘来一句死尸 那竟赫然是黑面卷燃的绿袍道人 他身形睽違高大 四肢虽已早已冷却 手里仍紧紧地握着半截短剑 那剑身狭长 仍在闪着光 闭森森的剑光 罩着他一颗 发迹蓬乱的头颅 他 头顶竟已被披成了两半 就连李洪秀都转过脸去 不忍再瞧了 楚刘湘说 果然 果然 果然是海南剑派的门相 李洪秀说 你认识他 楚刘湘 楚刘湘缓缓地说 死人 便是海南三剑中的灵鹫子 他剑法之狠毒 当今天下无灵 只怕极少有几个人 能比得上啊 李洪秀叹了一口气说 他 他一键贯穿了别人的咽喉 不想自己的脑袋 也被别人砍成了两半了 李洪秀忍不住 还是回头瞧了一眼 又说 瞧这情况 那个人一键砍起来的时候 他必定已经无可闪避了 事已只有迎剑照项 谁知那人一剑非但砍断了他的长剑 于力所及 竟将他的头也砍成了两半 海南派剑 这是海底 寒铁精炼而成的 这人一剑竟能将之砍断 好分美的剑啊 好沉重的剑啊 出流相授 你怎知 你怎知 他的对头也使得是剑呢 李洪秀说 当今武林的刀法评家 又有谁能够将剑法 如此辛辣狠毒的灵鹫子 逼得连躲闪都不能躲闪呢 海南剑派素无应差的招式 他若不是被逼无奈 又怎么会迎剑 去招架别人迎头砍下的一刀呢 出流相点刀 不错 不错 刀法之变化 的确不如剑法 灵巧 迅疾 是刀的人 若想将使剑的人 逼得无可闪避 哼 那的确是 难而又难了 楚流相又微微的一笑 接着说 但 你莫非 也会忘记 一个人吗 李洪秀眼睛一亮说 怎么 你说的 你说的若是无影神刀扎木盒吗 那你就错了 为什么会错 扎木盒号称中土刀法第一名家 刀法之怪 无影无形 他一刀砍下来的时候 灵鹫子也许还为乔青士游何处而来 自然只有迎剑招架 而扎木盒使得一柄大风刀 乃海内十三剑神兵力气之一 也足以砍断海南派的剑了 楚流相说 这齐飞就是了 李洪秀接着说 但是你莫要忘了 扎木和纵横戈壁大沙漠已经有三十年 号称沙漠之王了 他怎么会远来这里呢 楚流相缓缓地笑了 你说不会 我去说 会 李洪秀眨着眼睛说 啊啊 怎么 你要和我抖 我不和你抖 因为你输定了